在湖北公安 面粉则要经历另一番奇妙的旅程 如果说有一种小吃能让人想起一座城市 那么最能体现公安这座城市的小吃 莫过于在街头巷尾香气弥漫的公安锅盔 公安的锅盔与人们印象里的北方锅盔相差甚远 这是人们熟悉的陕西关中地区的锅盔 因其形似古代士兵的盔甲而得名 然而公安的锅盔却小了很多 制作不用锅还加了各种馅料 北方的锅盔到了南方的公安 为何变成了这等模样 公安县有名的锅盔师傅程和平清楚地记得 当初他跟着师傅学习做锅盔的时候 公安锅盔也是实心 后来他们尝试着在锅盔中加入了馅料 却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面食 公安锅盔 肉馅是公安锅盔的灵魂 先是挑选新鲜的牛肉或猪肉 以手工剁成肉酱 再加入葱姜 辣椒油等辅料 搅拌均匀成馅 今天的公安锅盔花样翻新 有猪肉锅盔 牛肉锅盔 梅菜锅盔 香葱锅盔 甚至还有糖锅盔 辣锅盔 林林总总 不一而足 公安锅盔的制作一般是两个人 白岸师傅负责在案板上揉面 揉好后揪出剂子 放在一旁醒着 红岸师傅将饧好的面团 加入不同馅料 之后三下两下 称宽拉长 做成海棠叶状 撒上芝麻后 快速贴到炉糖里 在炭火的烘烤下 面坯慢慢地起了变化 馅里的油脂慢慢地侵入到面皮的内部 外皮渐渐变成了金黄色 几分钟后 红岸师傅用长火前把锅盔从炉堂里取出 刚出炉的锅盔外焦里嫩松软至宜 趁着热一口咬下去 满嘴一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